但它主打是飲茶和食饭 当然,纯德人煮食当然没有花鸡 纯德的双皮奶,去到酒楼也有吃 看看,有奶皮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在我还没吃双皮奶的时候 这个鱼皮已经来了 阿姨叫我自己拌 鸡就继续吃了 选择什么部位呢 这块鱼嫩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 信德顺丰山 今天带大家过来这玩笑 农历新年时 打算和老婆来这里逛逛 当时大塞车 我打算趁今天工作日就来看看 想不到刘梯产的 既会有旅行团 亦有附近的游客 他们也是趁着这么好的天气 就过来这里玩一下 随着信德地铁开通之后 各大旅游景点就越来越商量 最初我都以为 信德愣不需要地铁 很明显我这个想法是错的 大家看下他们玩得多高兴就知道 ま说这个公园是免费的 免费的好处 就是全人都能進來 而且正好這些天氣 今天又有少少涼風 而且再加上這麼美的陽光 哇 一流 通常我們來到順德 無非都是吃吃吃吃吃吃的 今集影片我就會帶大家來逛逛順德 除了吃以外還有什麼好玩的 來到順豐山公園有什麼玩呢 當然是拍照的 公園裏面飲食的東西不多 我們先會去東北門的方向 但是官方那裡叫做南門 在這裡走過去大概五六分鐘就到了 你看到起點兩個字 跟我們廣東其他地方很多公園都一樣 這裡綠化十分足 你看上面那些樹 就算你不是說去到現在抽涼的時候 就算熱天過來 都不會太辛苦 而且還有這麼美的湖景 因為這個公園是免費的 所以也會有很多順德的市民 一早就過來這裡神運 而且我感到最意外的就是我剛進入牌坊的時候 看到很多八甲飛來飛去 來到公園裏面也看到有很多雀鳥 另外公園裏面是可以踩單車的 前面這幾位美女就在這裡踩單車 如果我要拍攝我當然不是踩單車 但如果你可以在這裡在外面租過共兩單車 然後跟你的朋友 又或者你自己一個人 在這裡一路踩一路踩 你又可以領略到這裡這麼美的風景的同事 又可以亂動身體 我們剛好經過這裡有個水池 又挺漂亮的 很多市民在這裡休息、休息、休息 在這裡逛逛 下面,大家看看涼景的下面 是不是有個水池 睡得不錯 我還沒看到博物館 這裡還看到這麼大的草地 然後左邊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湖 不如去個湖看看 在湖邊當然有很多遊客 很多遊客、掌者都在這裡欣賞一下湖景 正前方就是剛才我們進來的門 如果你不想像我剛才這樣走 其實可以直接從門進來 然後你還可以上一個塔 我們先在湖邊這裡逛一下 可惜今天天氣不太好 不是曬不曬、涼不涼爽的那種 而是有灰埋的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通常三、四月廣州天氣都是這樣 熱又未熱定 冷凍涼又有少許 兩件東西一撞在一起的時候 一旦沒有風吹過來 天氣就是這樣 不過即便是這樣 也有很多市民在這裡露餐、露營 在湖邊露營風景當然是一旦 經過忽然我們來到這個第一個景點 都算是大家的景點 就叫青龍閣 很多人進去 而且做得挺漂亮的 進去看看吧 原來這裡是順風山公園歷史館 裡面是一個博物館來的 相比起博物館 我想我最喜歡就是他們的風景 在這裡過去 在這裡過去 又可以沿著這麼漂亮的湖邊 繼續走 在這裡 我們繼續沿著這個風 走到公園這段時間 我發現它每次廣州的什麼呢 就是白雲山 當然白雲山是爬山的 因為順風山肯定是沒有白雲山那麼高的 但是同樣都是會有很多發燒友在唱曲的 看到很多檔 來到這裡 你又可以聽到很多 他們很喜歡音樂 一些當地居民很喜歡的音樂 我只能說到這樣 原來公園裡面 也有這個寬謝倫教高賣 我相信應該是擺賣 前面那幾位美女吃得多開心 你一邊享受寬謝倫教高 一邊欣賞這裡的藝術 在表演他們的首本名曲 跳得多開心 我們在本音堂 因為這類的音樂太多 你能不能入到米 會有版權問題的 剛才我們看到寬謝倫教高以外 原來這裡有咖啡和茶飲 就在這裡了 你不喜歡吃寬謝倫教高 他們會去到觀音堂 跟先頭所說的一樣 公園裡面的樹木特別多 一點都不覺得很曬 很熱 各種的 潮邊這幾位遊客 他們都行得多輕鬆 我不說客套說話了 老實說 剛才那些 我真的會形容為噪音 他們自己是玩得很開心的 但是整個環境 就真的好像有點破壞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不覺得 以前白雲山或者鹿湖公園 都會有的 但是他們的保安是會管制得比較嚴格的 到了現在 有些藉口是不讓這種事情發生 或者他們會放一些噪音控制 如果超標 那保安叔叔就會介入 但是這裡似乎還沒有這種規定 我們經過北縣 終於來到觀音堂 門口養了很多白鴿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順豐山公園遊玩時間是很長的 根據網上社交媒體的描述 至少足足四至五小時 我沒可能慢慢走過 我簡單走過 我的感覺 是真的好像先頭所說 好像白雲山的 如果你時間充裕的 當然是過來逛逛 又或者只是去門口牌坊逛逛 拍幾張照片 但是如果你想想每個景點都走 我覺得 如果你在外面回來旅遊 我就真的大可不必了 無謂浪費 這麼寶貴 在順得欣賞美食的時間 我想找那幾個景點 我都找不到 無非有幾個原因 一個大 第二個我懶 但最大的原因就是 它的指印確實不是太正式 我在公園裡找過一些地圖 坦白說我都找不到 應該去哪裡 我只找到後面的觀音堂 基本上我就要離去 我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在這裡 這裡又沒有好東西吃 來到順得怎會不吃好東西 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應該會回到漁人碼頭 現在差不多11點 在這裡過去其實很近 而且我非常幸運地 送到一輛單車 踩共享單車 是遊覽順豐山公園最佳的選擇 這是我的建議 記住 這次遊覽順豐山公園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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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經過十多二十分鐘的車程 我們便來到漁人碼頭 漁人碼頭也是順德近年興起的旅遊景點 我之前和她老婆來過一次 當時因為疫情期間 而且她剛剛開張無奈 所以有得玩的東西並不太多 來到這個時間已經十二點了 我已經肚餓了 據說這裡有些餐廳也不錯 我先找點東西吃吃吧 例如這個雲吞麵店 看上去就不錯 我們先走一走 沒理由這麼快便吃東西 據說前面還有幾間餐廳 例如這個,這是餐廳後門 我們在門口看看什麼樣子 如果覺得不太對勁 我們回去吃雲吞麵 就是這裡了 食在廣東尋味順德 看上去好像挺熱鬧 有什麼食物呢? 拌魚皮 又或者各種蒸魚 有些是沒有了的 香茅焗牛肉 看上去挺好的 甚至乎還有這個 哇,整盆燒雞 就它了 進來這裡了 這些裝潢挺別致的 而且大家看看 大多數都是老人家 會不會是當地人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先上去看看吧 找個位置 這裏 挺好的 挺悔樂的 就它了 它是這種呢 好像我們回到廣州那間不太行的 叫做什麼? 文和油的風格 但是它主打是飲茶和食飯 當然順德人煮食 當然是沒有花架的 上邊的裝飾 都是寫著國益行米店 又或者風耳粥食酒樓 各種的東華飯店 中興大柴廠 順德電報廠 時代照相館 又讓我們找到一間比較好的餐廳 飯店 又來到眼花撩戀 讀餐牌時間 這間餐廳叫想當年 想當年民國主題餐館 原來是這樣 原來他們是有上午茶室的 8點開始 一直到2點都有 看看點心 我不知道會有些什麼 小點6個白 最貴加點21個白 至於茶位是3個白 又不算很離譜 我印象中 漁洋碼頭都是一些很年輕的餐廳 慢慢都想不到 還有飲茶 很多食物 例如小籠包 蒸鳳爪 蝦餃 五谷雜糧都有 這點心在廣州的餐廳不常見 再來還有 酥皮菠蘿包 薑汁糕 飲茶喝到來信德 也是第二次 還有 酥皮麻薯包 也是吸引到我 但因為這個中素 我就是想吃飯 吃菜多的 蒸魚那些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點心以外 還有不少 還有一些 圓隻 金瓜 淮山粥 上次我不知道在哪裡見過 我再來解釋 少不了腸粉 又或者這些大盆粥 回到後面看看 回到後面 這裡是燉湯的 五干草燉爐骨湯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甚至是魚西豆腐魚頭湯 我都喜歡的 不過再來到下面 多人吃就好了 例如說這些 蒸年雞 燒雞蒸四寶鮮 主要都是魚 價錢不貴 七十八元一例 甚至下面 再吃一點 貴一點 還有這些 燒雞海陸空 例如魚甲 扇貝牛蛙 一起蒸 一百零八元 如果人多來到 確實不錯 如果人少 你可以做個 蒸釀豆腐 揭到後面看看 回到後面 還有更多 例如剛才我們在門口見過的 香茅焗排骨 香茅焗牛腺 十幾小時後供應 煎蝦餅 排骨 各種有 風生水起撈魚皮 我決定叫一隻 甚至乎隔壁 果木燒雞 七十九個八隻 都可以考慮 還有魚甲 二十八元一隻 這個撈魚皮 我就肯定要的 第二道菜 再看看 五榴蛋也有 甚至乎 上面還有很多 小炒菜式 都是三十來四十元 甚至乎 全肉的掌翼 豬手 也就是七十八 我就決定要這個 風生水起撈魚皮 只是看畫面震撼 再要果木燒雞 應該夠 至於上面 已經有一些包 作為主食 下單 我已經下單 原來 十二點過了一點 已經差不多坐滿了 又說一下交通路線 既然是這樣 這就是交通路線 給大家看看 首先我是假設回到花園酒店 在這裏 先行坐巴士站 坐巴士 順德上城 這是最花時間 總共用41分鐘 一路坐一路坐 還會經過剛才我們 去順風山公園各種 去到區榮北路 你便可以坐地鐵 區榮北路是屬於地鐵站 一路坐一路坐 轉幾條線 轉佛山三號線 北教公園 這個應該是廣州三號線 一路珠江新城 返回到花園酒店 簡單來說 你便可以理解為 我坐在這裏 如何去到地鐵站 去到區榮北路地鐵站 我建議 打車 就不要去區榮北站 我們就去這個叫 順德酸樂海岸站 大家看到 用這個APP打車只需要14元 即使是特位快車 最貴也就是20元有找 換言之 即使你是打的士 可能大概20元便可以 經濟失衛 我落好單 第一個送上來的 就是雙皮奶 這個不如趁凍吃 順德雙皮奶 很明顯這些都是拿貨的 不過大家要記住 這裏是順德 順德雙皮奶好吃 也很好吃 試試它凍冰冰 真棒 順德雙皮奶 去到酒樓 也有吃 看看有奶皮 好呀好呀好呀 好呀好呀 在我還未吃雙皮奶的時候 這個魚皮已經來了 阿姨就叫我自己拌 我先吃雙皮奶 先吃雙皮奶 當然是 很稠的 可以呀 順德雙皮奶 都是那一句 一劈子就拿貨 有奶皮 然後吃進口 那層油脂 也是在嘴唇上 能夠找得到的 這種感覺 就回到金榜上街 就能夠找得到的 嗯 可以呀 真的可以 嗯 非常好 稍微甜一點一點 這些甜味 各人喜好 有時甜一點 更加瘦子 更加開心一點 好食物就分開兩半吃 這個時候 我就試試拌魚皮 全部拌進去 大家有沒有吃過拌魚皮 在廣州當然有吃過 順德正宗很多 我們在廣州吃到 開滿名也不怕 陳天記 他也是主打 這個叫順德拌魚皮 我好幸運地 我未來順德吃過拌魚皮 看看那些材料 差不多 但我們回到廣州 寶華路 他們是街邊的店舖 這裡是餐廳 拌的時候 非常之香 麻油味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麻油 裡面有些洋蔥 有些芫荽 有些野生椒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還有我之外的花生粒 我最初打算是很小盒 甚至乎拿個飯盒裝上來 份量大不僅 還拿個梢梨裝上來 好不好吃一回事 最好賣相感夠強 因為我今天自己一個人 自己喜歡怎樣搶就怎樣搶 吃魚皮 上次吃魚皮 都真是一回不才記 有時候他的出品 就飄忽一點 不知道這裡會怎樣 這個好像還是改節 其實如果很多人 就不應該吃燒雞 應該吃魚 沒辦法 只有我一個人 尤其魚的食物 打包不好吃 燒雞我吃不完 打包也可以 不要浪費食物 剛才我簡單試過 一口這麼大把 說一下味道 真的很不同 首先 魚皮是大快一點的 大快一點 是吧 然後 醬汁 真的與眾不同 它有少許辣味 有少許醋的味道 辣味 我猜應該是來自這個吧 還有花生粒 芫荽味 就不算很重 還有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海哲 以我的水平還未寫出 又或者是 試試 整件例 就是這個 應該是海哲 始終是順德菜 它的辣味 是在後面 就是輕輕輕輕 若隱若現 芫荽的味道 完全太重 最主要吃到的 就是魚皮的爽脆 其實來到順德 還有一道美食 就不得不常 不過我一直都不敢試 就是順德如生 就是淡水魚如生 所以我應該要喝酒 好 麻煩 我超喜歡它的醬汁 還有 下洋蔥的目的 應該是想它不要太膩 但其實我覺得 下了固然好 起碼畫面豐富一些 但是 就算沒有也好 都不會太膩 我可以接受到 再多些芫荽 當然每個人的口味都不一樣 又或者師傅認為 如果你加了芫荽多 就搶了魚皮的鮮味 真的好吃 這些小塊的爽脆 這些大塊 老實說不算很爽脆 一條魚各個部位都有 把所有配料夹起來 放進口裡 一個人來吃的好處 就是這樣 好像在吃魚生 放在碗裡 全部放進口裡 對不放進口裡 材料好 固然好 但這個醬汁真是功不可沒 它的味道提升幾個層次 如果沒有這個醬汁 基本上這碗東西 你真是不太想吃 咬到口裡 有爽脆 有少許硬的 有蔬菜鮮味 最過癮當然是魚皮的爽脆 而且剛才我那種一、二日放進口裡 其實是不好的 你要慢慢地夾起來 放進口裡 先咬魚皮 這碗不是很想吃的 不要緊 再加些洋蔥 這碗魚皮的份量 目測大概兩至三個份量 就剛剛好 這個人有些多 至於我 就只有繼續努力吃 因為這些打包是不好吃的 你回到去 就沒有了那種味 蔬菜全部搭一盒 反正地又還未吃完 這個燒雞也都送了上來 那邊還有一些包 應該是生煎包 所以這些菜是不用叫主吃的 至於我 當然是先從雞腿開始吃 通常在廣州 如果我們去農莊 就會吃這道菜 但如果回到市區老城 那些飯店 就盡量不要叫 因為 大佬 雞腿很漂亮 當然是看來做白癡的 對吧 哪有用來燒的 這碗是順德 和近近的旅遊區 試試味道 看上去的皮質挺漂亮的 剛才吃過雞腿 先用這塊來填碼 首先 它的肉是很嫩的 雞腿下邊 皮下脂肪就不算太多 甚至乎 這雞腿 我覺得算是很瘦 它不算 暫乾雞腿的皮下脂肪 厚到甚麼 這個絕對不會 然後它的皮質很脆 剛好 火厚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而且78元 真的不貴 還有一個包 你不用叫主吃 如果這台食物 我和我老婆兩個來 完成 如果女兒禮物 再叫多一個雙皮奶 就夠了 雞腿的肉 很嫩 就可以撕得出來了 真的有一點像 我們上次去燒鵝 再吃到那種感覺 又或者 我們以前 我講小時候 我不是講現在 我們去那兩間 發餐店 尤其是阿叔那間發餐店 小時候 你很想吃炸雞 他們的味道炸雞 有一點像那種感覺 即使是那個發餐店 都是以前好吃的 以前的味道是最好吃的 這裡是找到那種感覺的 只可惜它們沒有跟 這個泰式酸辣醬 又更原味 嘗嘗全場最粗糙的 又是那一句 啰嗦也要說 如果這塊好吃 亦不會難吃得到哪裏 就是這個雞胸肉 每次都說這句 我有沒有試過不好吃的雞 當然有 先試試吧 吃這塊 一定要有些皮 剛才我試過一口 第一個感覺 很軟很軟 咬下去 不會說那些肉 死死實實的 因為你用燒雞的做法 當然有醃過多少次 你跟我們廣州吃的白斥雞 白斥雞有些濃一點 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骨有骨味 雞有雞味 雞味確實不算太濃 所以就要吃個嫩口 我記得有一道法國名菜 就是燒春雞 所以燒雞一定要用那種 又或者香港也有茶餐廳 燒春雞也很好 試試那種感覺 再來 他們的餐廳服務也很好 它是可以讓你選擇 整個相片 手撕還是斬桿 我當然是斬桿 當然是別人幫我 還要考慮一件事 因為我肯定是吃不完的 到時我撕到五花百門 混濃的 回到老婆看見 你吃吧 我繼續吃雞 雞也吃過了 接著來試試這個生煎包 我選擇這個 全部夾過了 究竟它是感上天花 還是平平無忌呢 我覺得是平平無忌 居多 你怎樣感上天花 裡面一塊肉 看看是不是 如果它外表煎得夠脆 其實也很好吃 那塊咬過 裡面的肉 就是正常的肉 不算差又不算好 如果就比你叫白飯 你叫了這盆雞 就不用叫白飯 就是僅之宜 好吃的 包的皮是很新鮮的 燒雞在吃的過程中 我又試試拌魚皮 我發現它的筷子 究竟是酸筷子 看樣子就像 嗯 是的 酸筷子 哇 很爽 很過癮 這個 是我今天來這裡最滿意的菜式 無論是價錢 分量 到出品 各種都很好 真的好 料又夠足 不像回到廣州那些 好像吃快餐店 做好了 放在這裡 等你來拿的那種 不像的 這些 是有努力的 差點夾的野生蕉 雞就繼續吃了 選擇過甚麼部位 這塊是嫩的 通常 如果我們去 阿伯快餐店 最好吃的這塊 有些刺刀 不如一整塊來吧 就是這塊 這塊是最好吃的 為甚麼我經常吃白肉 因為沒有人肯吃我才吃 我只能吃一份 但如果說到好吃 這塊 真的咬過 也要給大家看看 一咬下去 淡淡肉 燒雞 最好吃就是這部分 你不是要吃雞味 吃那種醃料的香味 皮的脆 這一塊 全部都能給你 尤其我這些人 不太喜歡吃 這塊是最適合的 它既可以滿足到 你淡淡肉的要求 皮下脂肪油膨多 薄薄則快 皮又夠多 一咬下去 便感受到雞皮的脆味 但又不稀 這塊也不錯 但相比之下 都是這個好一點 因為這個 其實廣州 都不太難找到 至於這個 應該只有在順德 剛才幾個部位都試過 接下來試試這個雞翼 看看燒雞好不好 你一定會知道 如果它很硬 即是說明 火候控制得還差一點 這個要用手 很脆 很容易撕開 至少到了這個時刻 我認為它應該是不錯的 一方面火候控制 第二雞的品質也不錯 再來 這一部分 如果是有一點脆口 就更加 但又不可以硬 這是一個關鍵 咬過的也要給大家看看 這個部位可能是最硬的 但咬下去 絕對不會撕不開 硬要咬 你輕輕一刺 便刺得開 剛才撕開 大家都看到 很亂 好了 我又吃飽 大家看上去的一點 始終都是 好像我之前所說的 順德人的美食 就是限制很高的 好像雙皮奶一樣 其實老實說肯定是拿貨 但吃起來很好 甚至乎那隻雞也是 我們剛才人吃雞吃到幾咀嚼 它都可以的 最初我以為這個餐廳是網紅店 上面寫著CCTV那些 又是CCTV推薦那些 其實我真的有戒心 不過我是想坐下吃一間粵菜 一進去我看了兩眼 很多老人家在這裏吃 而且在講順德話 我知道這間餐廳 吃完之後 大家都看到了 12點未夠 已經差不多坐滿了 還有包房的 食物當然也不差 最滿意當然是魚皮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貴 走著走著 在這裏又發現一個順德菜 魚 四季 這些應該貴很多了 當你吃飽飽之後 你就可以正式進入漁人碼頭之旅 後面還有什麼玩呢 就是一個又是拍照 第二個就是小吃 例如說有些很悠閒的咖啡店 喝杯飲料 不單如此 這裏還有一個sirwattai 真是搞笑 以前在廣州兒童公園 見過廣州兒童公園 這裏很有歷史 你不知道經過多少個小朋友 在這裏sir過才會出到這些痕 在這裏sir下去 就可以品嘗一個美味的午餐 Gofi哥哥就sir了下去了 沒事 當你玩完sir滑梯之後 你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這裏當然是以餐廳為主 有很多餐廳的 小吃都有 然後一路往前客 就是漁人碼頭 但我憑記憶好像叫容奇河 好嗎?這些都不是重要的 再來很多年輕人 在這裏玩 跟我們今早去到順豐山 是否自然不同呢 這裏的遊客的年齡段 又高了很多 不過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夏天來到 就很拿命的 現在3月16日 今天是熱到爆 來到這裏 有幾個地方拍照是好的 這裏就是其中一個 這裏不是新建的 是以前都有的 在對面 應該是順德塘廠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在對面這個位置 當年他們要生產一些 謝堂 在這裏把物資運到對面 然後你就可以沿著這條 海濱長廊 一路慢慢走 剛好這個時間 還要沒甚麼熱口 非常之舒服 我在疫情的時候 曾經跟他老婆來過一次 當時都覺得OK好玩 拍照 不過當時最可惜就是 因為那天是休息日 還有沒有人 應該說是 很多人都沒有地方 逼在廣東省內 現在全部都走出省 外省都走廣州 當時這裏確實有很多人 停車、食物各種都不太方便 而且當時還要這樣 疫情的餐廳 哪敢開檔 不敢投資 時至今日就多了很多餐廳 很多年輕人、遊客 就過來這裏拍照 這裏拍照 不是說留意 不是說還要做 是以前用到現在的 一邊你就可以看著河面 那艘船走來走去 看對面堂廠舊紙 這邊就是很多高樓大廈 住宅樓 我們沿著這裏 繼續慢慢走 和我上次來到很不同 確實多了很多餐廳 例如面前這裏也是新開的 包括剛剛我們走過這裏 下方還是看到碼頭的一部份 這裏也是新開的 現在這裏中數已經差不多 一點半小時了 很多人吃飽飽 就出來這裏拍照 走不遠這裏又有新開的 這裏是茶樓 玉色茶樓就像這裏一樣 我老婆最喜歡的 28元一份 蒸個羅士蝦 而且還有早茶喝 這裏的餐廳主要是以中菜為主 就算面前裝修得很像酒吧 其實它是吃火鍋的 就是這個方向過去了 有很多餐廳 如果你有開車過來的話 你可以逐間試一下 或者走遠一點 前面還有很多很過癮的景點 但如果你只是走 我覺得就沒有價值了 主要集中在這條路 例如像對面那些 看上去好像一些海邊居酒屋 其實是吃鮑魚豬肚雞翅 走到差不多了 我決定現在去買杯凍檸茶喝 喝完就回廣州 順便帶大家走走那邊的年輕人 說著又有年輕人 這裏有一個健安養生食虎 始創於1990年 看來這裏也是適合我 好像沒有這種要養生的人 剛才我們在這個位置走過 就是海濱長廊 然後剛才我們吃東西 就在大概這個位置 裏面就是食品廠 舊紙 還有北閘大街 就是我停車的位置 剛才我們就在這裏出來了 幫我們買杯咖啡喝 或者這間野草地自由市場 這裏音樂更厲害了 我都要拍 現在對面有個帥哥 他在那裏跟貓玩 有人試著貓玩他 真是搞笑 我買了一杯飲料 椰子水 然後繼續在這邊走 好像我們在前面的餐廳吃東西 現在才發現 有些人會把我拿出來 收平 買一些 souvenir 買一副太陽眼鏡 和大笨像拍照 甚至乎 如果你喜歡坐下 面前又有這種咖啡店 你可以坐在戶外 慢慢品嘗你悠閒的下午 但最過癮就是剛才那間店 那隻貓 那隻貓叫什麼名字 它是吉祥物 它是可以讓你在這裏玩的 剛才坐在我旁邊的帥哥 在這裏玩著貓咪 這時候是貓咪在玩著它 這貓咪很怪 我還沒看過我這麼乖 好了 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了 沉氣又說了一集 信德是好玩的 除了美食 究竟還有什麼地方值得去呢 老實說 今天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說很喜歡行山 行一下戶外 其實上方山公路確實不錯 不過你要花費超多時間 三到四個小時行走 而且它每個景點不會很緊 是很輕鬆的 如果你說想新潮一點 其實這裏也不錯 我知道附近還有一個 史露比公園 還有一個海濱公園 那裏就更小朋友一點 海濱公園玩摩天輪 但有個好處就是 它是不用錢的 只要你玩哪個遊戲 你才會付錢 還有套票 至於我 就真的不去 玩摩天輪 你付錢我 我都不去 主要都是飲養食吃 但如果 正如我剛才所說 純身的食物 它的限度是很高的 即使你看上去 好像不太健 但其實吃起來 都不會太差 它們對食物是很有堅持 超級油心的食物 所以我喜歡 超級油心的食物 小鈴薯 所以我可以用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